30岁的狱仔老阿姨大概没有人会去喜欢吧 这是17年超治愈的爱情犯 没有打胎,没有花里胡哨的傲娇 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纯粹且美好 30岁的圣刚森子因为不满工作压力而次次做起了加利顿 他想要脱离现实世界去追求他所认为重拾的网络世界 可在次次清晨七点闹铃响起 他还是会不自觉地以为自己要赶紧去公司上班 好在这糟糕的生活终于结束了 森子大概半年没上了游戏 可却发现人家已经停服了 回想当初在这个游戏的快乐时光 森子决定再找一款网游来寻找快乐 很快他就找到一款不错的网游 可在创进决策的时候 他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帅气的男性 现实女网络男 一进游戏他就收到了新手任务 试讨发一只超萌的大老鼠 没有任何技巧的森子被一巴掌打回了重生店 他有些不服输 但在一次、两次 不知道重生了多少次之后 他不得不承认这游戏好难 突然他收到一条私信 竟是可爱妹子莉莉发来的问候 森子爱了爱了 其实女人往往比男人更喜欢好看的妹子 在莉莉的关怀下 森子逐渐愈发激动 毕竟在现实中 根本没有可爱妹子 会去踏离他这样的老阿姨 两人组队一起打怪 在莉莉的治疗下 那超萌的大老鼠也被森子一刀打败 怪物给了一把武器作为奖励 通关宝枪还有一堆手卓 莉莉调侃这是跟他手上一对的 这个把森子激动坏了 莉莽发誓一辈子都不会摘下来 在这下去跟莉莉游玩的时候 屏幕前的森子一直保持着一幕一笑 很简单他已经沉浸在与莉莉快乐的时光中 莉莉也被眼前这个帅气的男性吸引了 他感觉森子与一般男生都不一样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森子竟是一个女人 男儿好景不长 接下来待好几天 森子都刻意躲着莉莉 在这个游戏中 妹子根本不缺伙伴 莉莉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年人了 森子的态度搞得她很难受 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在公会伙伴去餐的时候 一人躲在角落里发呆 注意到莉莉失落的绿猫精灵 也慢过来慰问 在听到了少女的烦恼后 她找到了公会长 想要让她出面调解 公会明确要求坚持恋爱 但玩游戏最重要的就是享受过程 所以公会长希望森子 不要跟莉莉把关系搞僵 在说游戏里的性别和现实 是否一致还不好说 听到这句话的森子顿时感到尴尬 其实她并不是想躲着莉莉 相反 她很感谢莉莉让她变得开心 所以打算在圣诞节送一份礼物给她 是游戏中花钱也买不到的水晶玫瑰 但森子要靠自己努力去获得 公会长懵了 她长这么大都不带这么无欲过 因为在男性视角 这不就是欲亲故纵 在好礼相送 可森子却觉得自己超浪漫的 然而莉莉却不想再隐藏自己的情绪 询问森子是不是自己妨碍到她 同为女人的森子 被这杜杜其他的询问给整不会了 明明自己也是女人 可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好在莉莉没有过多纠缠 但奴子散戒人意的小天使 这只会让森子越来越爱 她鼓足勇气要请莉莉圣诞夜见面 自己有一份礼物要送给她 莉莉表示虽然有工作 但她会尽快回来 得到回复的森子无比的开心 在圣诞夜当晚 见到盛装打扮的莉莉 那可爱的模样 让屏幕前的森子羞红了脸 所有两人彼此交换了礼物 原来快乐竟可以是如此的简单 有人关心有人在意 就能让一天都充满好心情 随着两人逐渐熟诺 彼此都对双方的秘密 产生了兴趣 森子能不住询问莉莉 在现实的怜龄 莉莉没有回答 她认为有时候不知道这些事 可能会更幸福 回望地拒绝 让屏幕前的森子 意识到自己说错的话 担心莉莉生气的森子 竟着急地哭了出来 这也让莉莉把内心的真实想法 给表达出来 其实如果是森子想知道的话 她还是可以告诉森子 关于自己的一些事 自言一出 森子惊了 她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 因为她也有好多事不想说 如果可以的话 等某天双方的关系更熟一点的话 再将彼此的秘密互相交换 他们拉钩约定 因为这个小差距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也无疑再一次拉近 摇着摇着 两年都忘记了时间 一转眼就到凌晨五点 莉莉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九点还要上班 现在睡觉 她怕起不来了 所以干脆选择继续熬夜 而森子则表示会尽量陪她 可最后还是忍不住困意 趴在她桌上睡着了 森子也因此感冒发烧 没办法只能出门去一趟药店 她在路过转角 竟被一位金发帅哥 用胳膊粥给撞倒了头 感冒带来的疲惫 加上剧烈的疼痛 让森子直接倒在地上 混了过去 让她再次醒来发现 自己已经躺在医院 金发帅哥也连忙 给森子解释了情况 并表示会承担一切费用 要是有什么后遗症 还请与她联系 说完却找不到身上的名片 看在眼前这个帅气男男 慌乱的一面 森子竟觉得她还挺有意思的 两人交换了双方的名字 男男的名叫殷井优太 他在告别森子后 突然觉得森子的名字有些熟悉 严谤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 这件上面赫兰写着 圣刚森子 不会吧 不会吧 难道 优太决定给森子赔罪 于是发送邮件 想要请他吃饭 但身为死宅的森子并不想去 可是只要想到优太的身影 就会忍不住脸红害羞 都怪优太长得太帅了 自从辞职家里蹲后 森子就不再注意形象 他翻开久违的全身镜 看到那一身邋遢的模样 更加劝对他赴约的想法 要是可以给眼睛打个马赛克 或者滤镜就好了 想去和不能去的理由都十分充分 愈发烦心的森子干脆放弃思考 选择继续游戏 难道森子的消沉 却被突然上线利利看在眼里 但表示自己也经常一个人烦恼 只要不开心 就会来到这个书上坐着 毕竟在现实中 毕竟在消沉都可以跟对方互相倾诉 在利益的宽慰下 森子只觉得十分温暖 本来消沉的情绪也得到了缓解 他决定不管是否赴约 都得跟对方回信 表示感谢关心 等优太睡醒后 看到森子玩具吃饭的邀请 于至于忙找到好机友 小严静询问森子的信息 在优太手中有一份公司的辞职名单 上面赫兰有着圣钢森子的名字 因为刚刚调练科长职务 对人员流动还不熟悉 在小严静拿出森子的照片后 优太确认了那天撞到了女人 便是森子 优太有些无奈 只可惜 两人没有缘分 森子重新登录游戏后 就收到莉莉送来的贵重礼物 烦恼的问题又来了 如果不回礼 那就显得自己太差劲了 但回什么礼真的很纠结 莉莉能送那么贵重的礼物 就说明应该不缺钱 所以用金钱的大小来衡量回礼 显然 请不通 伙伴告诉森子 不要想那么多 就当做莉莉是别有用心 想送礼就行了 别有用心 难道 难道 在森子的脑海中 突然出现了诸多浪漫的画面 她想要让自己冷静下来 可不管是喝了啤酒 还是去干家务 都不能让躁动了心 变得平静 森子真的超级在意莉莉 是否真的别有用心 于是找到了莉莉 直接询问她送自己礼物 是不是对自己别有用心 莉莉听后 顿着小脸一红 很显然 她也明白森子可能误会了什么 也可能并没有误会 莉莉在刚来这个游戏的时候 因为奶妈的身份 外加甜美可爱的人设 使她受到很多欢迎 她没有任何其他想法 只是单纯享受游戏带来的快乐 但有人引红莉莉而心生嫉妒 于是开始各种找茬 虽然只要卸载游戏 就能避免这些麻烦 但在以前玩着另一款游戏 莉莉遇到了一个很棒的好友 虽然最后见不到任人了 但莉莉却始终相信 在享受游戏的同时 她还会有那样美好的邪候 可她也害怕分别带来的痛苦 于是总会对人产生戒备 直到遇见森子在新手村被boss一字两字拿到 却还能站起来重新挑战 她觉得森子也是在享受游戏 虽然不只是这一个理由 但她承认和森子一起玩的时候 最朗朗心安的 所以她想成为森子的搭档 啊 这到底是什么感觉 凯西已经完全无法形容森子此时的心情 这种兴奋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过了 但很快森子就反应过来 莉莉可是女生啊 她自己也是女生 只不过在游戏中玩了一个男性角色 但兴奋的情绪根本压抑不住 森子立刻换上莉莉送来的衣服 他们彼此带着笑容注视了对方 那森子绝对想不到 眼前可爱的少女莉莉 其实跟森子一样 都与现实生活的性别是相反的 森子是一个很容易烦恼的人 所以才会想要逃避现实生活 但那一次出门的时候 她突然遇到以前的同事小严谨 对方过分的热情 让森子有些不知所措 还被对方问到在哪里工作 不想家里顿的身份被取消 只要解释暂时还没找到工作 结果却被小严谨邀请周末出去喝酒 没有理由拒绝的森子只好答应 但她真的不懂如何与人交际 幸好现在只要遇到麻烦 都可以跟莉莉倾诉 可当森子来到游戏 跟莉莉说出这些时间遇到的时候 莉莉惊奇地发现 只要将森子所说的事进行性别调换 她的脑海就会忍不住 浮现出一个女能 圣刚森子 世界就是这么的小 森子没想到莉莉除了是男生以外 都是让她有过短暂心动的 金发帅哥 优太 男人即便一切都充满巧合 优太还是认为这根本不可能 毕竟太荒唐了 自从被森子拒绝了吃饭邀请后 其实优太每天都有些魂不守舍 他的脑海一直无法忘怀 甚至愈发的迷恋 而这一切其实都被小严谨看在眼中 与森子的偶遇也是他刻意蹲电 邀请森子喝酒 只是为了成全优太 这个消息让优太的心突然火落起来 开始无比期待 周末的见面 那森子这边却是充满紧张 凭着自好不在乎形象的他却一时间 不知道该如何搭配衣服去赴约酒局 在商店购买化妆品时 因为经常来这家店铺采购 所以收银小哥对森子很有印象 两年短暂交流一伙后 森子才得知他们玩着同一款游戏 且在同一个服务器 甚至还在同一个工会 面前的收银小哥就是工会会长 身份被拆穿的森子竟一直感到了愧疚 明明从伙伴身上了解到很多事 可自己却一直在隐瞒性别 好在工会长并不在意 忘落就是真真假假 只要森子没有伤害到别人就行了 他表示会替森子隐瞒这个事实 毕竟秘密和谎言是彼此彼此 被工会长给卵到的森子 很快又想到了酒局的事 到底要穿什么衣服 真的让他非常困扰 所以森子找到了身为女性的莉莉 向他给个建议 但这有可能会暴露性别问题 好在工会长聪明地反问莉莉 如果是他去赴约会穿什么衣服 这无疑是在帮助森子寻求建议 森子的烦恼是解决了 可莉莉这边却很苦恼 毕竟是因为男生的他 只能根据自己喜爱来提出建议 这样同样也会暴露他的性别问题 不过好在森子和工会长并没有记忆 但工会长却和莉莉在发型上争论起来 莉莉认为长发是女生的浪漫 但工会长却喜欢短发 所以森子最后听从莉莉的建议 搭配了一套衣服 还来到一发店折衷了两年的建议 将发型减成中长发左右的长度 一切准备就去 但那森子赴约的当天 莉莉却还在游戏 她早上特地询问了小炎镜 球局到底是今天还是明天 在得到明天的回复后 犹太便推翻了之前的怀疑 这事上哪有那么多巧合 可她在游戏时却还是忍不住去在意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犹太游戏下线急忙前去明天赴约的场地 果然她在这里见到了森子 还没来的基多像 森子好像就要离去 着急的犹太连忙叫住了森子 圆 秒不可言 犹太做梦都不敢相信 自己游戏中的男性搭档 就让犹太紧张地不知道还要说些什么时 森子却接到前同事小炎镜的电话 直到这时 她才反应过来是自己记错了时间 当小炎镜得知犹太 竟然就在森子旁边时打吃一惊 于是开始疯狂助攻 本来她邀请森子喝酒也是为了成全犹太 两年后来一起去喝了酒 森子很好奇为什么犹太会知道自己记错时间 但关于她在游戏玩女性角色的事 还是不想让森子知道 于是遭了借口搪塞过去 等到分别时 犹太还有些恋恋不舍 所以用行酒为借口 邀请森子一起散步 对犹太本来就很有好感的森子 没有拒绝 两人昨天相识不久 但交流之间却一点都不尴尬 甚至森子总感觉有一种莫名的心安 不得不说女人的直觉真的很强 等到隔天就有小炎镜和森子的酒局 犹太已经没有理由跟随 一个人宰在家里打游戏 可心里却非常在意森子 再说到小炎镜拍下喝醉后的森子照片 犹太再也按据不住情绪 直接冲到了小炎镜家里 幸好这只是小炎镜的恶作剧 森子已经被他安全送回家去了 在确认森子没事后 犹太又嘴硬地表示 他们两年就算发生什么 也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可额头上掉落的汗珠 却说明了一切 他实在太在意的 全程都是拥袍的 小炎镜的初衷是想错合森子和犹太 但犹太却一直觉得 自己似乎才是那个局外人 因为森子的两次赴约 好像跟小炎镜更加开心 你看他都喝醉了 可不管内心怎么纠结 犹太此刻内心最强烈的想法 竟是想再见到森子 不管是在游戏中还是现实中 再见到森子的时候 果然特别开心 而森子也有很多话想跟莉莉说 最近在现实中遇到了太多事了 以至于让他都有些恍惚 他把这些时间发生的事 全都跟莉莉说出 他觉得戴眼镜的犹太跟莉莉很像 都是特别温柔的人 也是因为受到他的鼓励 所以在隔天赴约才会显得轻松 听着森子在夸张自己 犹太忍不住嘴角上扬 本以为森子会觉得跟小严谨服约更开心 但真相好像并不是他想的这样 他有想过跟森子坦白身份 可黎明上网的初衷是为了快乐 如果带路现实 就会显得突兀 很明显森子在游戏中玩的很性角色 跟他想的应该是一样的 可犹太真的很想再跟森子接近 但他真的找不到任何理由 好在有小严谨这个最强妖姬 他最近也想来玩网游 本来想让犹太教他 可因为加班 所以小严谨便只好去请教森子 正如犹太所讲的一样 森子同样不想把现实带路到游戏中 所以他决定重新创建一个角色 不料小严谨居然也创建女性角色 还是富安个性的极度盟女 然而小严谨来玩游戏的最终目的 还是为了帮助犹太 他把森子新创建的游戏角色 拍给了犹太 然而在见到这张图片时 犹太却懵了 他突然想到之前玩过了一款 已经停服的游戏 那个许久未见的最棒好友 跟森子创建的角色很相似 难道真的有那么多巧合吗 犹太本来已经决定不再跟森子 折成任何关系 但看着小严谨可以很自然地与森子相处 犹太必须承认 他羡慕了 但现在不管如何 他只想确认一件事 难道森子就是自己思念的友人吗 在他年轻最消沉的时刻闯路 给予他温暖 可却又不告而别 犹太用过去的网民哈斯登陆 想试探森子的反应 但在见到犹太后 他却没有任何波澜 这犹太认为哪有那么多巧合时 森子却一直盯着犹太的游戏名字 原来是他不懂英文 在开口询问犹太到底叫什么后 那熟悉的名字 以下冲击了森子的大脑 过去的诸多回忆 瞬间涌上心头 没有来得及跟好友告别 让他也感到遗憾 他一些还记得哈斯那纹柔的样子 也还记得哈斯跟自己说过 只要能跟小雪玩的话 怎样都可以哦 森子一度认为 这也是在和网上的人恋爱 但后来因为工作的压力 让他没有时间再上线 等到辞职后 这款游戏也已经停服了 森子不敢确定 犹太是不是哈斯 在纠结了许久之后 他还是鼓起勇气 打给了犹太 接到森子电话的犹太有些惊喜 他似乎有预感 森子打电话来的意图 果然森子没有拐弯末角 而是直接询问犹太 之前有没有玩过其他游戏 那是一个叫小雪的女生 在得到肯定的回复后 森子直接羞红了脸 整个人非常兴奋 在床上来回地翻滚 不过森子却担心 犹太才知道小雪就是自己 会不会觉得失望呢 因为现实了自己有些沉闷 为了让犹太看到自己优点 所以做了各种演示 来让自己显得开朗活泼 这应该也算是一种欺骗 但说到欺骗的话 犹太觉得自己一直隐瞒利利的事 才是最过分的 所以他决定不再对森子隐瞒 想把自己就是利利的事说出来 可话刚到嘴边 手机却突然没电关机了 犹太有些无奈 决定去找森子 紧一口讲这件事坦白了 没想到在半路上运到森子 没有化妆的森子 有些胆怯和犹太见面 但不争气的肚子 就在这时候叫了起来 正好犹太手上有钢脉的甜食 两人来到公园坐下闲聊起来 看着森子吃饭的场景 犹太忍不住想到 两人第一次在便利店碰面的场景 那时候森子的肚子 也不争气地叫了出来 犹太觉得森子很可爱 但森子却认为这样的自己很没出息 一直以来 他总会不经意地自我贬低 犹太不喜欢这样的森子 因为他明明既温柔又体贴 哪有他说的那么不堪 犹太的鼓舞让森子很暖心 可只好跟犹太聊天 森子总会想到利利 另外除了犹太以外 就只有利利经常会鼓励自己 而且两年的鼓舞带给森子的感觉 简直非常相似 等下次打游戏的时候 森子决定把利利介绍给犹太 他相信奴子温柔了两人 一定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犹太知道不能再瞒下去了 他表示自己不可能跟利利做朋友 因为他只是利利 利利就是他 一想到之前 自己在游戏里跟搭档说了很多关于犹太的事 而且犹太还知道自己是谁 森子就觉得好羞耻 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 但森子并没有生计 因为如果是他先发现了犹太的身份 或许也会选择隐瞒 毕竟这种事解释起来真的很麻烦 感觉到森子的情绪产生了变化 探听梦表示自己每次游戏上线 最期待和森子见面 但既然坦白的身份 以后再上游戏估计就会觉得尴尬了 所以犹太决定放弃游戏 不会让森子感到不愉快 但其实森子并没有难过 虽然觉得确实有些不好意思 但犹太之前对自业鼓舞 他能感受到是发自内心的 而且自己也是网络人妖 该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他 本来有些尴尬的气氛 突然变得搞笑起来 森子希望以后两人 还能继续在网络做搭档 可犹太误会了这句话的含义 以为是森子觉得现实见面太尴尬 所以选择在网络继续搭档 也不知道是该开心还是伤心 反正从这之后 犹太真的没有在上过游戏 森子也在游戏时心不在焉 这么多巧合搭建起来的缘分 难道就这样塌掉了吗 小严谨第一个不答应 他看出了犹太魂不守舍的样子 心想一定跟森子有关 约着发信息要紧森子有事商量 可等森子来到指定的地方后 却意外地和犹太碰面 两人都联邦解释是小严谨邀请的 在对面的小严谨很满意 接下来的事就交给年轻人了 可令人都尴尬地说不出话来 大爆沉默的 使森子的肚子又不争气地叫了 这也给了犹太机会 联邦邀请森子去随便吃点 因为两年都经常光临便利店 店员八代阿姨恶情地与他们打招呼 还八卦地问起森子是不是犹太的女友 但简单的询问却让森子突然情绪大变 他跑出了便利店 犹太对此不明所以只能跟着跑了出去 原来森子误会了八代阿姨 他以为八代阿姨的询问是想不起自己 觉得自己配不上犹太 与其说误会更不如说是森子的自卑 连他自己也认为配不上犹太 他开始自我贬低 却待在犹太身边给他丢人了 可还没等森子说完 犹太就打断了他的话语 他表示自己从没这么想过 简单的安慰让森子的眼泪落下 犹太哪里懂得处理这样的场面 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 天空正好下起雨来 他立马把外套脱下 给森子挡屿 还没恢复情绪的森子没有任何反应 犹太眼看这里离家不远 于是便把森子带回家中 可这反而让两人贬得尴尬无比 什么都没想就跟了过来 什么都没想就带了回来 这就是此时两人内心的独白 但既然都走到了这一步 森子也没有扭扭捏捏 鸟头就走 而是借用犹太家的浴室更换了衣服 看着面前穿着 与自己体型不服的衣服的森子 犹太只觉得好美 一晃而过的美好景色 各自让犹太看得有些上头 最后气氛变得逐渐尴尬的时候 森子突然看到了犹太家的电脑 想到这就是立地登陆的地方 只要聊起游戏 森子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但随着交流的深度 犹太的下巴不小心碰到了森子的头 肢体的触碰 那两人瞬间脸红 就在气氛又一次尴尬的时候 森子的肚子又不争气地叫了 这也再次打破了尴尬 两人一起洗菜做饭 这感觉给犹太十分美好 他很喜欢这片刻的温馨 因为森子真的非常优秀 不管是作为莉莉遇到森子 还是作为犹太遇到森子 他都觉得真是太好了 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他不想哭的 可自从自自做了家里顿后 他沉迷在网络世界不可自拔 可不安的情绪却一直在琐碎 他真的满足于现在这样的生活吗 可有一件事可以确定 与犹太相遇 他真的也非常高兴 等到了分别时 犹太鼓起勇气 虽然没有直接告白 可却也变相传递出自己的情感 无论在游戏里还是游戏外 可以一起玩一起聊天 从此之后 游戏里的伙伴都明确感觉到 莉莉和森子都变得更加乐趣 甚至犹太还在后来主动约的森子约会 虽然两人认为这并不是约会 但小严谨却说 忽然寡女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 难道这还不算约会吗 哦对了 记得要找一家好一点的旅馆哦 两人被搞得面红耳赤 但却一点都不排斥这样的玩笑 在准备出发的时候 森子突然在想他必须踏出第一步 那两人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结果脚面站稳差点摔倒 想要犹太及时抓住 既然送上门来 哪还有放手的道理 不过这第一步还真是让人紧张 后来优太也来到森子家里装电脑 两人的迎接离一起享受游戏 中间发生了一些意外 那两人羞红了点 不过第一步的他除了 迟早有一天也会走到这一步 没有怀孕 没有堕胎 这蠢爱也真的太好课了吧 那么就现在我刚刚而言了 就只要是要提升我 我先打客宝 去打客宝 去打客宝 然后打客宝